一名自称就读新北市国一的女子学生 这一号晚上是在台北捷运的西门站 翻阅了站安逃票 并且将过程po在网路上炫耀 引起舆论踏拔 在画面中看到这名女学生 翻阅进捷运的月台 并且没有刷卡或是买票 还在贴文中写着 暑假太无聊了 只能自己找乐趣 对此台北捷运公司表示 经过调阅监视器画面 违规事实明确 可处以新台币1500元罚款 再加上无票搭车 除了补缴票价之外 还得支付票价50倍的违约金 总共必须要付出3000多的代价 你好我是宋燕民 想掌握最其实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